拜登政府9月20日任命一个高级顾问团队负责监督芯片法案的资金使用状况 8月完成立法的芯片法案将为美国半导体制造和研究投入高达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路透报道商务部首席经济学家查特吉将担任国家经济会议CHIPS执行委员会的白宫协调人 并负责管理依据芯片法案行政命令所设立的CHIPS执行指导委员会 针对政府提供390亿美元用于补贴半导体芯片产业建设新厂及扩大现有产能 商务部希望于明年2月开始接受业者的补贴申请 9月20日早上芝加哥的一栋大楼突发爆炸 多人被送往医院 爆炸发生在南奥斯汀社区一栋4层共36户的公寓楼 该公寓顶层的一部分倒塌 急救人员接到报告后赶往事发现场 至少有10辆救护车抵达 芝加哥消防局表示已有8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有3人处于严重致危急状态 一些居民因爆炸流离失所 但现在不能确定具体有多少人 目前仍在对其他受害者进行最后的搜寻 消防官员表示 隔壁建筑中的居民已被疏散 芝加哥市长发表声明表示 对此事高度关注 三周后加州将开始向2300万符合条件的居民发放中产阶级退税 以帮助在高通胀下艰难应对物价上涨的居民 该项退税的受益者必须是加州居民和纳税申报人 加州将根据2021年纳税申报表中调整后的总收入支付退税额 调整后的年总收入不高于15万美元的联合申报人 如果有受抚养人将得到1050美元 没有的将得到700美元 调整后的年总收入不高于7.5万美元的个人 如果有受抚养人将得到700美元 没有的将得到350美元 特许经营税委员会表示 将通过直接存款的方式发放本次退税金 加州将不再向非电子申报人发送纸质支票 而是邮寄借记卡 目前大部分直接存款将在10月7日至11月14日之间送达 据FOX新闻9月19日报道 洛杉矶的市政厅第六届大桥 稻奇体育场等标志性建筑将在9月22日被点亮 作为洛杉矶全民洛杉矶州的一部分 他们将亮起五彩缤纷的灯光 全民洛杉矶是洛杉矶民权部门 反仇恨公益广告活动的一部分 创建于2021年 当时洛杉矶和全美的仇恨犯罪事件都在上升 公益广告包含18种语言 以在全市的5000多个广告位上进行展示 墨西哥国家地震局9月19日表示 该国西部米雀肯州当天下午发生7.7级地震 震中位于米雀肯州科阿尔科曼市以南63公里处 震源深度15公里 目前地震已造成两人死亡 墨西哥民防部门援引墨海军数据显示 根据过往墨西哥海啸和地震情况分析 这场地震可能在震中附近海域 导致最多82厘米的海浪高度变化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当天震感强烈 此次地震正值墨西哥历史上两次大地震纪念日 当天12时左右 墨西哥城开始举行地震演习 一些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疏散至街头 此外地震也激活了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四个州的海啸预警 包括科利马州 米雀肯州 哈利斯科州 以及格雷罗州 各州正采取相关措施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 都下一次 各方面发生的高兴 炭灘 MAJOR